中國要併吞臺灣 其實也不是為了領土的完整 他為什麼不拿回俄羅斯 佔有了這個艾文條約 所牽來的那些土地 你中國現在可以跟俄羅斯要 可是你也沒有 日前總統賴清德 針對中俄領土的發言 疑似引來俄羅斯駭客團體 相當不滿 引發攻擊 異常 異常 還是異常 俄羅斯駭客團體 在社群上公開貼出 臺灣各大網站異常畫面 裡面就包含行政院 主記總處官網 兆豐 彰化銀行 證交所 縣紙部 中華電信等四十五個機構 都遭到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 強調是讓網站塞車不是入侵 也表示每家歐盟地區 都有遭到同一批人攻擊 No Name 親俄組織 強向DDOS攻擊 二零二二年現身 另一個駭客團體 成立於二零二三年六月 總部在馬來西亞 這次的決定和No Name 結盟攻擊更點名 如果沒有看到臺灣 採取任何和平行動 將從政府網站開始 攻擊臺灣的基礎設施 CSA他也宣布 就是關鍵基礎設施會被攻擊 我們就很慎重 所以我們是比照 總統大選的層級 來做這一個專案 高規格防堵 也跟全世界串聯通報 就怕二零一八年 台積電機台遭到病毒感染 損失高達二十五點九六億元 二零二二年 總統府網站遭到攻擊 一度癱瘓二十分鐘再重演 自然攻擊頻傳 如今總統一席化 也讓駭客再度出手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